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天主教台中教区每年发起前往石瓦基兰王国进行人道关怀与医疗的志工服务,今年迈向第九年,立委和新城引荐彰化线深人纺织公司董事长白灿荣参与物资募集,今天并代表捐赠逢任真车机组,真知化新闻账簿等多项物资。 天主教会台中教区投入非洲友邦石瓦基兰王国人道资助计划,每年暑假号召社会各界,共组石瓦基兰国际亲善大使团,透过医疗医疹,卫生教育,物资捐助,食物方案,水资源计划,缩短资讯落差,教育服务等,进行为期三个礼拜的国际服务。 台中教区今年与静一大学发起爱心物资募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何新城长期关注外交与国防事务,有鉴于使国文营滋生,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及个人健康,特别引荐彰化线深人纺织公司董事长白灿荣,以及该公司的纺织生产专业能量,共同爱心物资募集行列。 何新城说,深人纺织捐赠两款全新缝纫针车机组共43套,1500公斤针织化纤纹帐布,约可制作5000顶纹帐,共1万人使用,20万支铅笔,1万个手动穴笔器,制作环保部,卫生棉所需材料及当地所需物资,透过台中教区的规划,分送致使国以及有需要的角落。 何新城今天代表深人纺织公司捐赠爱心物资,期待透过爱心物资的发送,以及技能的教授,缓解当地物资,缺乏卫生环境欠佳的困境,更可协助友邦人民席的一技之长。 何新城也欣慰表示,我们善良乐于助人,我们的医疗教育等软实力,都让国际看见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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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